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这个茎和叶和我们的有几种植物非常相似 比如说玉竹 还有它的这个叶子是不是像那种 跟这个薄恰金刚赤 还有土芙林有些像 只是它的这个茎 这个茎是一节一节的 一节一节的 没有这个刺 是光花花的 没有刺 它叫万寿竹 别名呢叫白龙虚 白毛七 白毛虚 白尾神 朋友们你的家乡啊 有这种植物吗 你们呢又叫它什么名字呢 还受竹了为多年生草本植物 这个叶子啊是青绿 花啊还没有开出来 花是散战花絮 很有特色 每年的五到七月来开花 紫色紫红色的小花呀 看起来非常的这个清新优雅 这个呀是它的这个果 是黑色的 黑色的 万寿竹啊 不多见 很难发泄 而且在这个大山 大山之中 我就发现了 这么一颗 啊 这个它的这个根啊 和茎呢 都可以要用 挖起来看一下 啊 这就是它的 这个根茎啊 这个有肉质的啊 有肉质的 这种根茎比较多 啊 直腻啊 这里还有一个小笋子 带一下 等一下来 我再把它 给它栽回去 它应该还能生长 我们有些时候啊 这个饭菜好吃了 吃的有点多了 就不太消化了 肚子胀啊 不舒服 那么就可以啊 把它这个根茎啊 来煮水喝 我们如果扭上当脚啊 也可以了 把它捣烂 敷在这个关节的地方啊 可以缓解症状 那么这个呀 啊 也可以啊 用来泡酒来擦 也是有帮助的 还知道万寿主 还有哪些养生作用 关注评论区 也可以啊 在评论区畅首预言 关注评论 点赞 转发收藏 长按点赞 由我相报 具体应用了 请尊当地的 专业人士的指导应用 我是生活在农村的 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 记得点下关注 我们下期待